所以在大陸珠海航展 除了要秀肌肉之外 当然也是要做生意 做生意其实我觉得最主要 航展他本身除了秀肌肉以外 他就是做生意 其实有很多国家来 像沙特来讲 号称榜一大哥 目前成交量已经最大 满载而归 那沙特看到的是什么 他一定是看到无人机 跟无人剑这种武器 对他来讲要保护他的油田 甚至于说是防空的火力 包括宏碑19可能是我猜测 沙特向重的是这些东西 因为他目的是在保护他的油田 除了这以外 你看少议股 少议股他不是光在那边 推销他的苏50企业 他也去看了中国很多的武器 这次来讲的话 他就特别注意到 大家去回想一下 新闻有报道出来 他特别去看什么 歼35跟歼20S 他去看什么 去看航空母舰 去看两地空一线 那会不会说是俄国来讲的话 认为这些是目前 他们自己海军没有的 他有没有可能跟中国来 采购整个航母 或者是整个作战系统 或者是采购 他向重的075的两栖攻击舰 那另外我在讲 还有一些国家 比如说是 其实这次乌克兰也有来 乌克兰来看什么 无人机 因为他正在战斗状况 他有没有 跟少议股 其实他们两个是没有同光 但是私底下他有没有来看 我相信乌克兰一定也有来看 所以有很多武器来讲 解放军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 比我举一种武器 VN22轮式战车 轮式的炮兵车 其实就是替沙兽地阿拉伯 量身定做的 解放军自己不需要这种炮车 他用不到 对 那另外来讲 直20海军版跟陆军版 你要知道 其实直20它是一种 比照我们来讲的话 是黑鹰直升机 那陆军版 陆航版来讲 是可以运人运兵 那可以做很多的装载 他通用型 如果说是像海军版来讲的话 他装上这个反潜的声纳 或者是反潜的鱼类来讲 他就可以做反潜武器 那如果说是海军版在海上 如果说是有人落海 或者海战的时候 他也可以当做 搜救的直升机 所以他的功能其实很多 那你要知道 海军版跟陆军版 第一个就是 他机翼可以折叠 那个旋翼 他可以折叠 可以存放比较多 那第二个 他降落方式会不一样 在陆地上好降落 在军舰上面不好降落 军舰为什么 因为军舰会随着浪 上上下下嘛 航空母舰可能还比它平稳一点 那你如果说是 像驱逐舰来讲 它舰体比它 重量没有那么大来讲的话 它会随着波浪 上上下下 所以你直升机要降落来讲的话 是高难度的动作 那大家知不知道 直升机在军舰上面 是怎么降落 是把它抓下来的 它又要有一个绳子 把这直升机固定住 拉下来 不然的话你万一 这个军舰随着波浪 弹上去的话 可能会产生碰撞 产生危险 所以我觉得 这次出来航空展 我们除了看武器之外 也是一场 这个军火的一场交易 只是私底下 到底谁看上什么东西 谁没看上什么东西 对不对 伊朗去看什么 伊朗也去看无人机 它也去看这个 这个尖石战机 伊朗特别去看 我们看到 伊朗的国防部长 他不是爬上尖石西伊 那款战机上面 在那边看了很久 还去试做了一番 因为伊朗也有可能采购 所以等于说每个国家 他到这个地方来 跟在逛赛事场一样 那各家有各家 喜望的东西 各家有各家 需要的东西 他们各家都到 正式住航空展 来做一个大采购 是 他这次苏凯57来这边参展 然后还卖了这个 他首飞14年以来 第一次出售 有这个订单 向俄罗斯买这个飞机 如果是中国大陆 就跟他开个小玩笑 你每卖一架的话 抽佣5% 为什么 你在这个 再借这个摊位 借这个展场 你在百货公司铺货 都要会 都要 你摊位都有钱嘛 对你要被抽成 对抽成 无论抽成也不要抽得多 抽5%就好了 那也不少钱 因为他的这个价格 对他不会 像这些中东的国家 他们都是大傻币 因为他们有钱卖油 所以他们都是可以 是负现金的 他们买一个中瑞 两个中瑞 三个中瑞这样买的 不是买一架两架 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 对那买几十架 然后负现的 所以我说 中国大陆可以利用这些时候 可以赚一笔佣金 这是讲的笑话 但是他这一次的 苏凯57 我综合他有三个特色 在珠海航展 第一个他的展现 他加速起飞快 他9点 他从松沙车开始计时 9点3秒 飞机就离地了 他的加速的效果 非常的好 直接 直接9点3秒 不到10秒钟 飞机离地 换句话说 你看他用的跑道那么短 这个加速要起飞 从0到起飞速度 只有9点3秒 换句话说 这苏凯57发动机的 这个效果是不错 这个加速 我们看其他的飞机 包含美国的飞机 都要大概12秒 11秒 12秒 13秒 用最大马力起飞 大概要这个时间 换句话说 他的推力 苏凯57 有这个优势 第二个 他这一个老飞行员 他的落叶飘 他是在低高度做 低高度做落叶飘 是有风险的 难度很高 如果是没有解出来 掉到地上 那他难度高 风险大 而且那一天 猪海豪在飞的时候 云层低 你看他不是蓝天 白云 不是蓝天 他是黑黑的 所以更难 他为了有效果 你不要飞到云上 对 飞到云上高度高安全 但是就看不清楚 对 看不清楚 他就把他飞到云下 那云的高度并不高 那云的高度 大概500公尺 那你就在500公尺 你乘以3 就是1500英尺 你看他上面是云 不是蓝天 是个云 遮住 他在低高度的时候 做这个水平螺旋 也就进入落叶飘 然后当然顺利 把他很 驾轻就熟的 把他解出来 那换句话说 他这个一方面的量 跟对飞机性能的了解 达到一定的程度 我认为第三个特色 他是高难度落地 因为他在最后落地阶段的时候 直接还在转弯 他已经进到机场的时候 你注意看 他会坏到机场的时候 还在跑道上面 还在转弯 然后一改平 他发现一个小动作 我发现他的 他感觉到 他的下滑道高了 他立刻推赶 那我们来讲 不要推 这时候推的话 掉到跑道上面 撞到跑道上 会有危险 他一推赶的时候 他稍微收一点油门 我看到他 因为要不然飞机会飘起来 因为速度还大 他一改平就要落地了 换句话 他的那种 没有任何的处置的预量 他换句话 每一个环节都要非常到位 然后就落地 你看他一改平就要落地了 一改平就要落地了 一般来讲 我们五边 最后落地的时候 还保持一段的距离 他一改平就落地 就是他的 把他的预量 完完全全归零 那换句话 他这个边际上面 能够调教的 这个方面的空间 是非常的 他算得很精准就对了 那我现在讲这个直20 直20他海军版跟陆航版 我要讲的是海军版 直20他现在 因为军舰落舰的时候 他的军舰会晃 因为浪跟涌的关系 还有前后 你的飞机要落上去 飞机上面那个 我们知道那个翘 它很简单 它是平的 你一落的时候 这个有时候哪边落 哪边先落 因为船会动 但是飞机是在空中 舰是在海上 不一样 那他现在抓了一个 我们知道装了一个 这个落舰 落舰的固定锁 他帮你抓下来 你就不要跑来跑去了 因为也是会飘 而且落舰的时候 因为风吹到了 因为你军舰在跑 会有乱流 乱流会干扰到直升机 因为他成绩的升力 完全是靠到了 螺旋桨的讲业 因为他是悬翼 他的翅膀是会动的 这叫悬翼 一般来讲 所有飞机都固定翼 他是悬翼 靠这个靠升力 但是有乱流 所以他一个固定的身手 把它拉下来 那一般来讲 到现在为止 美军 西方国家的 在这一方面 还没有 还没有普遍使用 中国大陆先用 他这样的话 落舰的时候安全 把你抓下来 而且不会飘起来 或者是滑出去 左边偏側 或右边滑出去了 有左色风向右边跑了 有右色风向左边跑了 不会 所以他加装了这一个 第二个我们来看 他的军舰的空间 是有限的 所以他要把它折起来 不然的话 因为他还有机库 你注意看他055 还有056 有个机库 有一个机库 要放进去 但是如果直升机的 这个旋翼 没有把它折叠 放不进去 因为直升机的这个蒋液 太大了 所以他把它折起来 但后面也不行啊 后面也把它折起来 后面有一个 我们知道的 有一个尾翼 那尾翼也很大 也把它折起来 一折起来之后 感觉到直升机的空间 省了一半 那就塞到 塞到那个 我们讲机库里面了 为什么 因为在海上的时候 有海浪 海浪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说浪花 那都是盐分很高 打到飞机上面 飞机很容易 不是袖石 腐蚀 因为盐分太高 那所以要可以放得到机库里面 放到机库里面 就不会有袖石跟腐蚀的问题 所以这一方面要技术 要有技术上的改良 没有改良的话 尤其后面的尾翘 是没有办法折叠 你折叠的时候 你这个地方 在折叠的地方会有脆弱性 因为你这个地方一直在转的嘛 你要把它折叠嘛 要有脆弱性 那在这一方面克服 表示它的这个直升机的工艺技术进步了 你才能够做这些动作 那讲业技术也是一样 能够折叠完毕之后放进去 那在这一方面的 它的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工具的 还有它的角度 它的折叠的地方 是它的脆弱的地方 也要克服 要不然的话将来飞行的时候 会从这个地方断裂 那它这方面也克服了 这个地方安全系数也提高了 所以我们讲的海军版的直20 比陆航版的直20 它的技术层次 要更高 因为它当了 它做了一个 那个捕捉的 我们叫降落钢锁 硬是把它拉下来 它有这方面的考量 所以这次可以看到 包含了海军版陆航版都来了 那你就可以看到 不一样的地方 还有提升的地方 K.S.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扶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活肤露 全效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 动力密码 优优独播剧场—— Digestream 阿凉 冷酷 电影 осс使用